它有天下第一石之清的 總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 都有不同的情趣 還有香港充印贈券送 5月2號有團出發 那怎樣報名 廣播到3號商台 銅鑼灣利源山道1號商台旅遊報 地鐵旅遊服務中心都有得報名 打狗龍388711 388711有得 排排坐,食粉果 食粉果,你就上了 現在要你餓 餓是一種榮幸 餓是一種樂趣 餓是一種美德 那不就是 排排坐,齊齊餓 摘著肚皮 捱餓的有DJ隊和歌手名人隊 帶上魚豬雞腿來高歌打氣的有 鍾振濤 張國榮 葉德閑 陳潔玲 印尼 周啟生 盧冠廷 太極樂隊 羅文 台灣的齊巡 鼓勵我們的請張滑線支票 抬頭寫香港世界宣明會 記九龍油箱七萬三千號商業議台 記住連一個回遊信封來取入場圈 排排坐,齊齊餓 基近三十有幾可 千萬別錯過 好了,剛才說要說這個孟母三千 不是等於有三千個孟母 不知道,如果是說真的 是嗎? 姓孟的人,我現在都認識好笑 哈哈 孟 孟 蛤? 你有沒有認識人姓孟 嗯 讓我想一下 孟 姓孟 哈哈哈 姓孟 好像電視台有個很大隻的姓孟 孟嗎? 是 孟朗嘛,很大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姓孟 是啊 是啊 那就是想當年這個故事 就是講這個孟仔的母親 這個母親當時就成為了這個 喂,你當別人不知道 還是你自己知道一些秘密? 我想清楚 不是,只想大家出來研究一下 這個孟母是不是那麼值得大家表揚 我覺得一點都不是 是 就是這個孟母要養大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勤力讀書 於是他就發現他的居住環境不太好 於是就要一遷 遷了他的地方就發現 接著街市 街市就吵了 說又遷 於是遷了三次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遷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兒子 是因為那個兒子 經常因為附近的環境不好 是啊 隔壁的街市 開這個魚仔蟹檔 他就去買海鮮 是 那裡呢 金錢烏魯雞 不是買海鮮 是買金錢烏魯雞 沒有魚仔蟹賣的 有呀 魚仔蟹今錢烏魯雞 是 那見到別人 譬如說 這檔就打劍了 那些不乖的聖筆仔 那他就跟著去打了 嗯 那當然當然不是學學關人場 因為他組過關人場 如果兩個學關人場就不對 時間 時空上面錯了 是 這樣吧 那於是乎呢 即是我有些少的意見 關於這個孟母 第一 這個女人呢 我就 如果我是男人 我就絕對不會娶 不會娶她 因為她是一個蠢女人 但事實證明了有人娶她 當然啦 那個蠢的男人 孟先生娶了她 但是第二樣 我就覺得這個孟母 對於這個金錢沒有什麼打算 即是沒有什麼很仔細地去算 你對金錢好就打算嗎 不是 就是批評別人 不是 只不過我覺得他這個比我更壞 就是這樣就很壞的 你知道嗎 第一就是說 在他 即是用現代的人來說 現代搬一次屋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是 所以當你搬屋的時候 你要真的 錯一點點都不行 例如 交通房不方便 附近的環境 令你滿意 給這樣的租金 你究竟什麼 我覺得現代人 已經開始精密了很多 那時 孟母就覺得他就是放縱自己 要搬嗎 隨便啊 很急啊 以前地廣人稀 隨時可以遷見 就是這樣 我覺得 舊時來說 第一已經可以僭建 還有地廣人稀 為甚麼不搬一些 環境優美 背山面海 多好 這幾次城市很熟 還有甚麼 是吧 看到這些樓多 這樣的環境 私家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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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家海灘 不止泳池 為甚麼是要 物質質又要搬到街市 是不是接近他上班 第一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這件事 這叫做物質類罪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有一句話 挺適合來罵我這個孟母 不適合來罵我 適合來罵孟母 就是為甚麼不三思而行 這樣 我覺得他第一 已經在金錢上高 他沒有考慮過 如何珍惜金錢 而做事 一時衝動 他就去做了 我覺得孟母一點也不值得表揚 是他自己的錯 你明白嗎 但孟母三千 其實應該可以孟母一千 我覺得 那多好 一千 但你同意 搬高很辛苦 很困難 這麼辛苦 這麼困難 真的為了兒子搬了三次 不是 如果他是做乞丐 有牧民族 根本沒有能力 去搬屋 那就不要緊 大家捱麵包 那就不要緊 而他可以搬完又搬 搬是一件這麼煩的事 你想想 一個女人帶著兒子 他還要去搬屋 已經是煩了 會叫的 他還要三千 還要搬完一次 已經教訓到你 很選擇一個好的地方 已經要搬第二次 第二次還要搬 人家搬來怎麼計算 他自己搬去了 施家泳池 這些地方 陷陷真的有人搬來附近住 無關事 故事說 就是說他搬到街市 他曾經一度 他就覺得 你蠢了 還有一件事要這樣看 就是故事這樣說 故事有沒有說 那個時間有多長 這三次 會不會 孟子一歲的時候 搬一趟 孟子二十歲的時候 搬一趟 搬到孟子六十歲 搬到第三次 對呀 這樣就該罵孟子 原來他這麼蠢 到六十年都沒有中學畢業 你知道嗎 想當年他們考的 甚麼舉人 一級級上 看法都像是中學、小學、大學畢業 以及碩士、學士、博士之分 是不是這樣說 我不敢說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蘇小姐 你問了 突然間冤博起來 我就知道 我感覺到了 因為你拿著你的參考書 你忙著分類 相當後 你去樓上 找一本這樣的東西下來 害我 你有甚麼成語 想跟大家說一下 突然間 立立到 第二百一十三頁 一級級到那裡 我懂得讀這幾個字 愛我及烏 突然想起這句話 你怎麼看 又是這樣 又是那句話 在字面就不知道有甚麼事 愛哥及烏是甚麼 愛到那屋 甚至住得很髒也不要緊 是不是 愛到他髒了 不是 一定有些原因 這個烏字是甚麼意思 烏鴉 是嗎 烏鴉是甚麼 你有沒有搞錯 那個書的意思是說 烏鴉是一個不祥的小鳥 於是通常人家見到這隻烏鴉 會用鴉叉 來撥走那隻烏鴉 但因為某家人家 這隻烏鴉蹲在那裡 這家人家的屋子太美 所以免得攀爛這隻烏鴉的時候 攀爛了屋子的意思 原來是這個意思 他這樣解釋 你怎麼看 沒甚麼怎麼看 挺好的 不錯 我旁邊有個鱼躬移山 難怪你來看 那你覺得這個有甚麼看法 對不對呢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我本來以為這個意思不是這樣 我還沒看這個成縣故事的時候 我以為 教學相長原來是這樣的 我以為這句話是 當你去到一個人的家 你跟這個人很友善 然後楊振宜家裡養一隻烏鴉 我要和他一起 我要和他一起烏鴉 我本來以為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意思 也是那個意思 就是我喜歡這間屋 那樣東西醜一點 也不差再喜歡他 是的 於時我就覺得 扔那樣東西好像不太成立 或是很重要的 在感覺上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我不喜歡的 就是這個人沒甚麼主見 第一 為甚麼 楊先生 我喜歡你的人 我未必喜歡你的鬍鬚 我未必自己也要穿鬚鬍鬚 是嗎 首先一件事就是這樣 我喜歡你的人 未必喜歡你穿的衣服 就是我不是說 哇楊先生 那要怎樣? 就是要脫掉他嗎 我覺得這個人 我會很通俗地說 但不懂得很文雅地說 就是 就是楊先生 你用一些比較文雅的字 來說出來 好不好 你寫出來 你在口音 做個嘴型 很多字都是這樣 我做了動作 是 就是這樣 是 是 我通俗地說 就是身體某一部份 就是這樣 你想一下 就是很大小的頭 很難得 哈哈 很大鼻 很白眼 哈哈 很蛇薄 類似這樣 是不是這樣 現在是十點正 看到 Yeah 蘇雷時 我真的覺得 一直翻閱這本誠意故事 我覺得有一個人 是非常無辜的 這個人 這個人真的很慘 就是我們 不是 要讀成語 多無辜 不是 我覺得你也挺幸運 因為你 起碼好 懂得少 懂得少 不是 這個孫生 這個人 明樂孫生 這個孫生 根據這個典故 你孫生 就是宋朝的人 宋朝的人 現在多少年 大家算一下 我不知道 大家算一下 為甚麼會有這個成語故事 典故留下呢 就是孫生 跟一個鄉里的兒子 一起去考試 放榜大家一起去看 那麼 就 人家問 就是那個人 問我的兒子 下層怎麼樣 而孫生 就說解明 盡處是孫生 元朗更在孫生外 就是說我考第尾 就是那個榜 最尾的字 就是孫生 那你的兒子 就在孫生後面 或者之外的名字 我就說 唉 真是慘 這個人 其實在整個考試 雖然入了榜 但是他就考第尾 其實 就是入了 最後 最後入圍的人 那次考試第一 誰我不知道 就是 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 誰考第一 但是 入圍最最後的那個 竟然成了名 即是 到現在大家都知道 哦 那次就是最後就是他 即是 他好了 為甚麼我 總是沒有 考第一沒有東西 沒有名落蘇斯 考第一沒有東西 都挺慘的 即是到現在 大家都以為 記得這個人 那次考試 即是 雖然 就是 拿出來做了舉人 舉人之中最低的那個 在那次來說 那都好過 連舉人都不入 是吧 那可以是 但是糟了 大家想著舉人就算了 你不要令我考皮 誰知那次 真的自己說了 他那些東西 失敗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次他最後 反而等於我剛才說 考第一 考第二 考第三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是 那幾個都挺慘的 其實應該是 當時來說 我考得為他 就是這樣 這個短副就是這樣 那即是 我又覺得這樣 在現在 香港社會 如果你要看這些 就這樣看 明樂孫生 可能都不知為何 除非要說出這個故事 所以就是 過時了 要改了 要改到 現在社會用 明樂孫生 可不可以 例如 父老合格 可不可以 這樣來改了他 又不是 完全相同的意思 我意思是 改回現在的 語言 就是希望改到 現在的人都明白 或者有些新的成語出現 大家會比較明白 例如 其差一著 應該是什麼呢 其差一著 就是差一點 本來已經到了 你可能 Joku不入 我現在新的就是 我一整個 打進去 阿朗出來 Joku不入 Joku不入 這個是新的成語 是現在的language 即是現在的語言 那些年輕人 是 應該是 贏了那些東西 不入 Joku不入 就異明一點 又適合現在的社會 中英都有 Joku是英品 還有 當頭鵬鶴 這些可能是 當頭就 Q 瓣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那個瓣字怎麼寫 我 我不知道 有瓣瓣面 我相信那個瓣字也有寫 就是一個瓣字 是嗎 就是一瓣入袋 那些 然後 一次中的 對 一次中的 沒有用 一次中的 就是一瓣入袋 然後就 或者 一次雙雕 就 就 雙雕雕 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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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需要一些文學 根底比較好一點 跟我們 improvise 過我們今天 說過 雙雕雕 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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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誠語就是大家好朋友 當時來説 打羽毛球 不是這個意思 而他打羽毛球很厲害 他和你應該是一個校友 我 和你讀一家學 於是他打羽毛球 真的打得很好 無開反應他打得很好 整個賽事 叫他跟阿輝仔砌 於是 於是 到了 近年 去年開始 我又開始遛他打羽毛球 他就每次都答應 然後就 譬如星期四 星期一就要星期四 他就說 好好好 星期二就打給你 是不行的 譬如星期一約他 突然間約他 五點鐘 在我樓下車 四點搭九打來 我又不行 我又在哪裡 於是 我們以後就有句話 即是他飛了我們太多次了 於是我們以後就有句 有句說話 代表 總之你要飛人的 就說 時代打羽毛球就成功了 這樣 於是梅子英 應該有句話 即是永遠都約不成 永遠都不成 總之 其實飛緊 飛硬的 於是 就是 海事神流 海事神流那些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 其實就不是那些東西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結果你一次都沒有跟別人打過 又說人家打得很厲害 你真是好東西 不是打過 就是很多年前 當大家都有空的時候 就打過 那現在你仍然有空打羽毛球 不過他又沒有空 他沒有空 他有空跟我打別的東西 不過沒有空 如果大家說 即是同一天我約他 打別的東西的話 他會出現 我是打羽毛球 他不出現 就是這樣 你可否約定 然後到時他打羽毛球 相打 不是 應該是這樣的 就騙他 以後就跟他說 Leslie 我約你打 那樣東西 然後就捉了他 打關斗 我們當是打關斗 打手板 現在是十點半 不要了 都說專家才能做得面 你自己這樣 自己拼命地搓 搓到眼睛腫了 搓一下 打算大一點的眼睛 對 這樣就越搓越小 眼皮腫了 對 你有甚麼要問 關於誠語故事 誠語故事 我先詐一本參考書 真的有很多 我有幾樣東西 不知道應該是怎樣去形容 第一 我已經想起 剛才我說 蹲蹲兩個紅包入台 我覺得太長 太論盡 應該叫做 一Q二紅 這樣就好了 很明顯 犯了相同的毛病 為甚麼 這個意思就是說 大家不明白 說甚麼 就這樣看 可能50年後 已經不流行打台 人家 咦 當時有個蘇絲網 這個文人 自己有個 一Q二紅 甚麼來的 我覺得 這些誠語 正如我們所說 現在有很多的 誠語已經 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 頂籠 頂籠 這樣 我不知道他在玩甚麼 你知道嗎 哈哈 但是 你明不明白 現在在現代為止 我相信 在過去 不是過去 起碼有十年 將來的十年二十年來說 一Q二紅 大家都明白 為甚麼 一Q紅藍 就窩荷了 一Q紅白 這樣行不行 一Q紅白 更壞 更大件事 一Q紅白 就變成 一Q紅白 一Q紅藍 都一樣壞 你知道嗎 沒有分別 一Q二紅 就等於一次兩雕 一截雙雕 那些即是叫做 即是可以的 一Q紅白 都等於其差一雕 你知道嗎 即是 即是入了 即是 一都入了 怎知道 那個白球都放進去 沖涼 即是中了一個空寶 那甚麼意思 對 就是這樣 多不好 是 是 那你剛才問甚麼 剛才你想問 我剛才還有事要問 誒 忘記了 不是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啊 諾洋子貴 是 諾洋子貴 不是 我剛才在說 就是 即是我們現在 整天都有 有句話說 就是說 譬如當你打桌球的時候 即是當然 即是香港人的水準 即不是那麽好 也都不是那麽高 那通常 即是看電視打的人 我都覺得 即是很無忍 即是等於 即是我不喜歡看的一個節目 就是 我不喜歡在電視那裏看 打籃球 即是叫我現場看 或者會好些 電視看 尤其是看美國的那些 即是那些職業球隊 我就覺得 非常之無忍 為甚麼 這隊A隊 拿著球 去攻籃 他實入 B隊拿著球開球 B隊有攻擊 他又實入 是 好少說不入 即是差不多 誰拿著球就入 就變成了興趣不在 不像是踢足球 不像是打Hockey 即是像我們的巨星 磁線籃球賽就好 那又不一樣 來來會會 在中場上滾了 滾了30分鐘 然後帶著籃球 可能自己射進自己的籃球 反而還有機會贏 沒錯沒錯 即是射幾轉 可能都不是 即是打籃球 即是打籃球 有打籃球的實質 但是就有打足球的分數 對 即是四比二 即是二比零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所以在電視上 看別人打這個桌球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他們真是厲害 真是神父忌忌 好啊 你的誠語好 神父忌忌好 神父忌忌好 好 那我就覺得 有一點跟我們脫節 跟我們脫節就是 我沒見過人打得這麼好 電視說要進的 這個球 你知道嗎 通常陸仔 陸仔都不打籃球 有些球很難進的 但是電視在哪個角度 都進的 電視都進的 於是我們經常有句話 就說電視說要進的 這個球 可以用到哪一句話 我以為可以 本來可以說 我以為是 樂陽子貴 好像不是同義字 原來不是同義字 我現在又發覺 樂陽子貴 可能是 應該是 熱滿馬 熱馬分小 你知道嗎 熱滿馬分頭就少了 也不一樣 又不一樣 又不是很同 或者 匯豐鼓 匯豐鼓高 我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那件事 有很多個字 四個字 砌不買 即是世界杯電視機 意思就是 平時就是這樣 平時 爛了價錢 就買了價錢 但如果你說踢世界杯的時候 有很多人買的感覺 不知為何 家裡全部都爛了 世界杯那一陣子 不知為何 或者 錄影機會貴了 之類的 我覺得 有很多很簡單 比較簡單 譬如說 好像你剛才說過 紫綠維碼 我何時說過紫綠維碼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記性之差 蘇絲記性 代表了很多東西 指綠維碼 應該就開始改 第一 香港人有多少人見過馬 我都很懷疑 真馬 怎麼沒有 播個禮拜有兩次見 但真的有多少人見過馬 我懷疑少之又少 除了好馬者 圖畫看得多 鹿我相信少到 沒有 鹿也見過 但部份 逐節來見 鹿融 鹿什麼 鹿尾巴 鹿 逐部份就見 鹿仔我們見 鹿肉肝 逐節來見 我覺得 在現在來說 小朋友很難說 馬 馬是怎樣的 勉勉講 可以知道馬 馬應該知道 鹿呢 已經是比較難 鹿和馬 有甚麼分別 聖誕老人前面拖著 很容易解釋 很難 聖誕老人 為何 很難解釋 為何不可以 指貓為狗 你會比較容易 名寮 就是 指貓為狗 你容易解釋 方便父母親教子女 指鹿為馬 先要解釋馬 又要解釋 尋找到 都不容易 為何 香港的屋邨有很多 但屋邨不准養貓 養狗 鹿仔是嗎 是 他說是 我也當對 變成也不太普遍 應該是指索為慢,指同為索 這樣就更容易了,對不對? 指索為同 我自己不打蠻雀 但知道它的普遍性去到哪裏 其實這些是不斷說出來的 任你improvise 你喜歡就指紙黑為白 指煙為打火機 任你說 不應該有一個 它有個歷史典故 指錙為馬,不過就太遠了 你認識它嗎? 我覺得用成語故事 教兒女是更笨 整天要說那個故事是不太對的 首先,還要認識那個故事 突然說錯了 指錙為馬那個叫趙高 不是,他叫做… 不記得了 挺好,想不到你的中文都趙高認識 他也不知道是差不多 趙高有關於馬的路 那些故事 我不太記得了 總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意思 有些跟原意變了一些 不知道為甚麼呢? 說成語真的有些好處 我剛才看見這個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閉門造居 閉門造居 閉門造居 做馬 現在這樣 這樣大家會明白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閉門造居 我問你,閉門造居是甚麼意思 閉門造居 我先說原來的故事給你聽 閉門造居 有些是做馬的意思 我的感覺上就是 大家不要緊關門 大家說好 來這裡做馬 不是嗎? 不是 閉門造居 現在的意思就是 閉門造完這件事出來 都不適合現在社會 閉門造就是這樣 但是,對不起 古代最初這個成語出來的時候 剛剛相反 意思就是說 雖然大家關門自己做自己的車 出來是適合用的 因為以前有些切 甚麼叫切 不是黃天龍寫怪 口唇邊那些 哈哈 那是甚麼呢? 即是路軌 路軌的距離是 一定是尺寸的車 才放進去走 如果闊一點 窄一點就不行 原來的意思 我現在才看到 我錯了幾十年了 錯了幾十年了 就是說 閉門造的東西 出來原來是適合用的 原來的意思是這樣的 例如你關門造的車 座多闊 剛剛出來是放進路軌 可以用的 跟現在剛剛流行的意思 剛剛相反 那我又不覺得 我反而覺得現在用的意思 還有些考究 如果你說關門造的車 做完出來 那車是正好用的 有甚麼意思呢? 大家用一個相同的制度 他當時來說就是 意思就是大家 大家如果用相同的制度 就可以了 關門自己做也行 拿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 現在是正好調轉的意思 真不明白了 為甚麼會把這東西 從頭到尾搞錯了呢? 我真的喜歡我的閉門造馬 比他們的山門造居 好 做甚麼?做賊 做甚麼?做甚麼事? 沒事吧? 我走開的時候沒有事發生 有很多事發生 當時唱了整首歌 唱得好嗎? 挺好 挺好 你有沒有說我走開的時候 沒有聽到跟你說對不起 沒有 他說他來找你負氣 那怎樣 那怎樣? 你說開你的成語故事 我成語故事 認識很少 那你有甚麼成語故事 非不默所勒形容 非不默所勒形容 少到非不默所勒形容 但不行 這麼多個字 通常是四個字 非原子不所勒形容 你不默所勒形容 已經不對了 非原子不可以形容 是 是 應該是 我想也不是原子筆 我想問你多久 你有買過原子筆嗎? 你自己 我自己很久了 自從 從開始就已經不買了 那又不是 原子筆呢 我告訴你 又不是很久沒有買 就是這樣的 我買原子筆 就特別買得貴個人 兩元支 就是跑馬的時候 又忘記帶筆 買兩元支原子筆 特別貴個人 我也知道 那 原子筆現在是否這麼流行 我也有點懷疑 不流行 例如現在年輕人 可能是水筆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說錯 可能已經不是原子筆了 所以 非原子筆所勒形容 已經是表示 你是屬於六零年代讀書的人 已經 新一代又不用這些字 可能用低一點字 但是總之 你就要 跟這個社會 時代的步伐 配合這個筆默 手來形容這幾個字 應該是 退休了 要蓋了 你是對的 所以 以後阿蘇 幸好你不用讀書 不用再用這幾個字 不然就太夠了 應該有些新一點的詞語 我們用完畢 試一下 時間狼迎接周遂生辰 全面六節大減價 現在是小一點 時間狼迎接周遂 對 快點 再用一次 好 快點 快點 感谢观看